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们眼科教学的最后一节课了 是吧 最后两个学识 那么这个内容呢 和我们以前各位老师讲的都有所不同 你们发现有什么不同了呢 以前我们讲的 各个老师讲的 都是按什么讲的呢 按眼部的解剖层次讲 对吧 我们讲的是结膜病 角膜病 晶体 葡萄膜 视网膜 四神经 大部分是这么讲的 是吧 可是今天呢 你看我们的题目不再讲每一层组织 而是重点在眼和全身病 这样的话呢 和以前不同的是 我们今天讲内容的层次是不同的 对吧 是一个更高一些的层次 不局限于某一层组织 而在一个器官强调是各种表现 还有一个不同是什么呢 你看我们前面这些老师讲的时候 他实际上是在默认这个病人呢 是到眼科就诊的眼病患者 对吧 所以他讲这个病人来了 他的症状呢 表现呢 是这样的 而默认呢 看病这个人是一个眼科大夫 所以呢 他强调的眼部的这些临床特征 怎么样进行分析 诊断 治疗 而今天我们讲这个内容呢 你看题目 常见全身病的眼部表现 实际上是什么呢 我们更加默认这个病人呢 他是一个眼外系统的疾病 他是一个别的疾病 然后呢 他确诊以后呢 我们更关心他全身疾病在眼部 是如何表现的 对吧 所以呢 今天这堂课呢 和前述课不同的 不仅在于层次不同 还在于我们的角度不同 今天这个角度呢 更强调 我们可能已经知道这个人 已经患有某一种全身性的疾病 或者是眼科以外的疾病 我们想知道他眼部是怎么表现的 那么为什么在最后这一堂课里头 我们要讲全身病在眼部的表现呢 我想可能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呢 我们就是想让大家知道 眼科虽然是一个独立的视觉器官 但它更是全身的一部分 对吧 强调眼和全身的关系 另外一方面 还有 如果我们在座的各位学生将来并不做眼科 那么你通过这一堂课做桥梁 你可以重新回顾一下 在如果我们遇到眼以外疾病的时候 在什么情况下 我们更应该注意眼科检查 眼科诊断在整个系统疾病 诊断治疗中的作用 这就是我们这堂课的目的 为什么我们能够达到这个目的 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在眼科 更加强调系统疾病在眼部的表现 这是有一个解剖基础的 我们看这个基础是什么呢 这个基础就是眼部表现 可以成为系统疾病的观察窗 我们常说眼是心灵的窗户 但是多数是从社会学的角度 就是眼部的活动 更多的反映人的精神层面的东西 情感的变化 但从生物学的角度 实际上眼部的表现 眼部器官的各种表现 也能反映一个人的系统状态 所以它是一个真正的窗口 为什么是窗口呢 从这窗口我们能看什么呢 你看首先这个器官 它处于头面部 是吧 部位又比较表浅 它是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位置 所以眼部的病变 有一些轻微的改变 比如说眼检有一些水肿 拱膜有点黄染 如果这样的改变在其他部位 可能就会被病人忽略 我们有的病人腿水肿的很厉害 他也不会就诊 但是眼检水肿了 他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所以呢 这个部位很重要 另外一个方面呢 我们知道眼的神经调节 跟颅神经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大家是不是记得 在眼部有哪几对颅神经 和眼部的活动相关呢 记得吗 那么一个是划车 对 还有动眼 外展 四神经是肯定的 是吧 还有什么 还有吗 一秀二四三动眼 四华 五叉 六外展 三叉神经也是的 因为眼部的感觉 角膜的感觉 三叉神经是支配的 面神经有关吗 有关的 是吧 因为面神经它是支配我们 眼镜轮扎机的活动的 是吧 所以你看 这么多颅神经都跟眼部的活动相关 那么如果出现颅神经的病变 是不是可以经常的会在眼部有所表现呢 所以呢 这是第二个原因 眼部可以作为系统疾病的观察窗 另外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情况 眼底检查 眼底检查 我们可以在直接静下 或者是任何间接静下 可以观察到活体血管的情况 和血液的情况 就是说这个血管管壁的情况 硬化的情况 我们能够直接看到 而在其他部位呢 这些血管往往都在皮下 是吧 在内脏 我们是看不到的 甚至说血液中成分的改变 比如说有的人有止血症 血液中的血脂非常高 我们从眼底看 它可以称黄色的 非常醒目的改变 我们直接可以看到血管状态怎么样 血液明显的改变是什么样的 第四个原因呢 眼部 我们是可以直接看到神经的 我们在其他部位 我们神经是不是也是在皮下 在组织中 而在眼部 我们看到的是神经组织 对吧 视网膜就是神经组织 我们看到无随窍的神经组织 而且呢 我们还可以通过观察视盘的改变 了解颅压的变化 所以呢 从这四个方面看呢 我们眼部表现 确实可以成为一个系统疾病的一个观察窗口 这么一个好的窗口 我们用它来做什么呢 我们知道学习的时候 应该带着问题学习 下面呢 我给大家提四个问题 在后面的讲解中 大家要时刻记住这四个问题 因为这个呢 是对以后你们临床实践中 非常有指导意义的 那么第一个问题 在临床实践中 哪一类人 或者是确诊哪一种疾病的患者 必须进行眼科检查 这个问题 可以 你可以不是眼科医生 你可以是内科医生 或者其他学科医生 但是也必须知道 对吧 因为如果提到必须进行眼科检查 就意味着什么呢 如果这个患者在你那个地方就诊了 你没有让他做眼科检查 你可能就犯了一个原则性的错误 就会给病人造成一个 非常严重的一个损害 所以你要想一想 什么情况下是必须让他采眼科的 大家有印象吗 你们想过这个问题吗 什么病 唐刀病 非常好 这是一个唐刀病的病人 你一定要让他查眼科的 还有什么吗 太好了 症高症 对 症高症也是必须查眼科的 还有吗 好 那么留对问题 我们后来解答 第二个情况就是 在什么情况下 眼科检查和评估 有利于一些系统性疾病的诊断和治疗 这层意思是什么呢 刚才我们说是必须 有强制性的 那么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如果你要是看一个病人 他有眼外的某一个系统的疾病 如果能让他去做眼科检查呢 可能你就能获得更多的信息 就能更有利于他的诊断治疗 那么你们知道什么样的病 如果查眼科对你的诊断更有帮助吗 能想象出哪些疾病吗 那好 我们听后面的讲 第三个问题 我们讲眼和全身病的关系 那么眼外系统的疾病 它是怎么样影响眼部的 比如说糖尿病是怎么影响的 那么结核是怎么影响的 白血病又是怎么影响的 如果你要受了一个外伤 这个外伤并没有伤到眼部 也许就是一个肠骨的骨折 但是眼睛出现视力下降了 那它是怎么影响眼部的 这是第三个问题 第四个问题 我们眼部是如何反映系统病变的 通过什么来反映 通过哪些组织 哪些变化来反映 那么这四个问题 我们在后面讲解中 就要逐一展开 我们看教科书里头 讲全身病的眼部表现 那么列了很多学科 对吧 这是最丰富的一张幻灯片 它包括了内外肤儿 你看皮肤神经口腔 八个学科再加上一个药法 九方面的问题 八个学科九方面的问题 然后展示出有很多的疾病 我们今天不可能把它们全部讲完 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 应该学习 这部分内容是非常有用的 在今天的课程中 根据教学大纲 我们重点要掌握三个病 那就是高血压 动脉硬化和糖尿病 就是我打的比较深色字 这三个 要熟悉三个病 那就是我打横线这三个 肾炎 贫血 和阵高症 还有两个血体字 是要了解的 那就是艾滋病和甲状腺病 其他的疾病呢 我们讲解的时候呢 有意义的地方 我们还会跟大家讲 讲解一下 那么我们先说第一个问题 动脉硬化和高血压性的 视网膜病变 这是我们今天的重点之一 我们先说视网膜动脉硬化 视网膜在出视盘的地方 动脉呢 大概在100微米左右 它的静脉呢 大约在125微米左右 那从动脉的这个角度看呢 它出视盘 只要出视盘走形一段 那往后的分支动脉 基本上都属于小动脉 我们知道动脉中样硬化呢 主要累积的是大中型动脉 所以呢 在眼内这部分 除非在视盘很小的范围之内 是可以见到动脉周样硬化 其他部分我们都见不到 那其他方面 其他部位的动脉硬化 我们指的都是小动脉的硬化 动脉硬化和什么有关呢 就是什么情况下 我们的动脉会硬化呢 一般来说 它有几个影响因素 一个是年龄 岁数越大 年龄越高 我们看眼底动脉硬化越明显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高血压 血压高的人 它的动脉会明显的硬化 高血脂也是一个危险因素 除此之外呢 抽烟也可以使动脉更加硬化 所以如果我们看到了 眼底观察到了动脉硬化 我们要想什么呢 要想呢 它可能是年纪比较大嘛 它也可能是有高血压 或者呢 它血脂可能有异常 也许呢 它抽烟和这个相关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呢 动脉 视网膜动脉出硬化 和系统的血管动脉硬化 并不完全一致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有的时候 我们看到 视网膜动脉很好 没有硬化 但是机体中 可能在某一个部位的血管 是有硬化的 所以呢 视网膜动脉没有硬化 不能否认其他部位的血管 出现硬化 但是如果视网膜的动脉 出现了硬化 那么一般代表着它全身 还是其他部位的血管 还是有硬化性的改变 所以呢 这是一个并不完全平行一致的 相关关系 我们先看一下正常眼底是什么样 你们血管眼科要了解正常眼底 特别是血管的改变 因为将来你们如果做内科 甚至做神经内科大夫 可能都要有机会要查眼底 我们看看正常眼底 除了视盘黄斑 这些重要结构以外 一个非常明显的就是血管 这个血管我们看 这个暗红一点的是静脉 这个亮的一些的是动脉 动脉和静脉比呢 它的颜色呢 更亮一些 它的管径呢 大约和静脉呢 是静脉出动脉系3比2的比例 它的走形呢 基本上是和动脉是平行的 它这个和静脉平行 动脉表面我们看到一些反光 但两侧的反光并不明显 这就是一个正常情况下的 眼底动脉改变 刚才那个动脉改变呢 那个眼底呢 是一个年轻人 那么这个呢 是一个岁数比较大一点的老年人 我们看呢 它也是这样 动脉和静脉比呢 它的颜色暗一些 颜色亮一些 管径细一些 有一点反光 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 它和年轻人比呢 它的反光要更强一些 但是在动静脉交叉的地方 并没有看到血管明显的压迹 那我们看什么是动脉硬化 这是一个典型的 是我们动脉硬化 我们现在在看这个动脉和静脉 这动脉你们看到什么改变了 明显的变细了 已经不是3比2的比例了 可能到2比1或者3比1的比例 是不是 非常细 走性比较直 要注意呢 它在动静脉交叉的地方 已经出现压迹 就是说动脉把静脉压的下面的静脉 要有一部分看不清楚了 我们看这个动脉硬化 是更加明显 看到了吗 看到这个动脉 这动脉已经非常的亮 是吧 反光很强 一定像我们有的时候 形容它像 这个像铜丝啊 银丝啊 这种细的金属丝一样的改变 这是一个明显的动脉硬化 因为我们刚才讲了 动脉硬化呢 和全身的动脉改变并不完全一致 所以动脉硬化对全身疾病的预示作用 并不是很好 但是高血压不同 高血压呢 它跟眼部的改变 跟系统改变是关系非常密切的 我们知道高血压呢 它分为前期 一期 二期 根据收缩压和舒张压的改变来进行分析 高血压的靶器官呢 有四个主要的靶器官 心 肾 脑 眼 那么眼呢 是高血压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靶器官 眼部的观察 可以帮助这个高血压状态的估计 警示潜在的并发症的风险 那我们怎么样才能警示它的风险呢 那就要根据它分期情况 高血压的视网膜病变呢 一般分为四期 第一期呢 我们看到的就是视网膜动脉的功能性狭窄 所谓功能性就是有的时候狭窄 有的时候恢复 那么这是一个功能性的狭窄 第二期呢 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动脉硬化的改变 动脉的变系 反光增强 动静脉交叉 出现压剂 第三期呢 就是在二期动脉硬化的基础上 出现视网膜的出血 或者是肾出 这个肾出呢 可以是硬性的黄色的斑点 也可以是软性的棉毛斑 四期呢 那就是在视网膜已经发生出血 肾出的基础上 视盘 我们说的视乳头又发生了水肿 就合并了视盘的病变 我们来看一看 一期 一期动脉是一个筋卵改变 筋卵呢 你可以是通过反复看 看出来的 比如有的时候看有 有的时候看没有 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改变来预示 它的动脉呢 缩窄是阶段状的 你看一段细 一段又粗一点 又一段细 又粗一点 是一种 这种不均匀的一种动脉的收缩 这是一期 二期呢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视网膜动脉的硬化 我们看 它动脉呢 是 这个反光增强 它的变系在这个病例中不是很明显 但是注意这个部位 这个部位动脉在上 静脉在下 我们看到静脉呢 被压的中间那部分看不清 两端变尖一些 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动静脉的这种交叉压剂 crossing 这种crossing 我们在这儿也能看到动脉呢可以弥漫的变系 反光增强 然后出现压剂 在这儿 这是二期 三期就是出现视网膜的出血了 这个病例呢 出血不是很多 但是我们能看到这儿有小的斑点状出血 这儿有小片状的出血 就是伴有视网膜的出血 这是三期 四期 四期是非常严重的 我们看视网膜上有硬性胜出 有棉毛斑 有出血 最主要的是合并视盘 我们看这个视盘 它的边界不清楚了 我们再回过头看 正常视盘的边界是不是很清楚呢 我们知道第二是在哪儿起的 结束的 而我们看这个 是不是边界不清 如果我们能立体观察的话呢 它是有隆起的 这是四期 高血压动脉营化 高血压的视网膜并变 四期 大家记住了吗 一期是一个痉软状态 二期呢 是一个动脉硬化 主要是要看到交叉的压迹 三期呢 就是伴有出血胜出 四期呢 对 这种分期和育后是相关的 刚才我们讲的是 高血压的视网膜并变 现在我要讲高血压的脉营膜并变 当血压增高的时候 我们更多看到的是 视网膜发生改变了 但是有些情况下 我们看到脉营膜出现明显的改变 什么情况下 高血压的病人主要影响脉营膜呢 一般来说是年轻人 而且呢 这个血压增高是振发性的 急性的升高 通常是什么疾病呢 我们看列出四种情况 一般先造指尖 四络细胞瘤 肾性高血压 不是原发性高血压 原发性高血压 出现这个高血压性 脉营膜病变的机会要少 它的临床特征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正常情况下 脉营膜是在色素上皮遮蔽下 很难观察 是吧 但是呢 在高血压性脉营膜病病 我们还是能够看到 脉营膜出现小叶的缺血 小片的小叶缺血 这个缺血表现出来就叫 艾斯尼克班 由于有这个小叶缺血 会造成小叶表面的色素上皮 屏障破坏 液体呢 就会从脉络膜进入视网膜下 所以可以出现视网膜脱离 这种脱离是一种 肾出性脱离 没有裂孔 我们看 这是一个认高症的一个眼底 看 这个认高症的一个病人 他的动脉是细的 对吧 我们也看到有散在的出血 看到有棉毛斑 这是棉毛斑 硬性胜出 除了这些视网膜改变以外 你们谁看到了脉膜的改变呢 注意 这些地方 看到了吗 看到有些黄色的 边界不清的深层的改变 这就是脉膜小叶的缺血 我们说的艾斯尼克班 他艾斯尼克班一般长痕指 他在退行阶段 这是小叶缺血的一个坏死罩 刚才是一个认高症的病人 认高症的病人呢 认成期出现高血压 如果没有发生这种 肾出性视网膜脱离 严重的这种脉膜病变 我们还可以继续观察 还可以继续保胎 但是一旦出现这种 脉膜病变 特别是出现肾出性视网膜脱离 那就是中止认成的标志 所以呢 刚才我们的问题 回答得非常好 认高症是必须查眼底的 因为如果发现这种真相 我们要决定中止认成 为什么要中止认成呢 你们再想一想这个问题 为什么发生了肾出性视网膜脱离 就要中止认成呢 因为母亲需要很好的看护了 需要她很好的控制血压 是吗 但是更为重要的是 脉络膜这种小叶缺血 她预示着胎儿的胎盘功能 异常 特别是她胎盘也可能出现 和这个类似的小血管必塞 所以呢 实际上不光考虑母体的问题 还要考虑胎儿的预后 所以要中止认成 那么下一个这个图呢 显示的高血压性脉膜病变呢 是一个红白狼疮病人 肾性高血压引起来的 我们看到她更为严重一些 看这深层有很多黄色的病灶 是吧 而且这儿已经有脱离了 我们如果要是放大看这个拼图 我们看到这儿出血非常厉害 这儿已经有视网膜脱离 我们看另一个眼睛 后脊部我们就可以看到 隆起的视网膜 广泛的出血 如果拼图看 看到这个视网膜脱离非常高 这是一个非常隆起非常高 漂浮状态 像波浪一样 漂浮状态的视网膜脱离 所以高血压引起的脉络病变 是非常厉害的 当然如果得到及时治疗以后 它可以这些视网膜脱离 可以退行 这时候我们再看眼底的话呢 看到的就是一个一个小的 带有色素的斑点 这个呢 就是真正的S一个斑 这是退行期了 已经退行了 但是眼底会看到 广泛的色素上皮的紊乱 有的时候呢 我们会以为 它得的是视网膜色素变性 如果你追问病史呢 它得过认高症 那就可以解释了 那么我们刚才既讲了动脉硬化 又讲了高血压 我们既讲眼底 又讲全身病 那么现在再来理一下 它们的关系 动脉硬化和高血压是什么关系 没有视网膜的动脉硬化 并不能除外 它的全身其他部位存在动脉硬化 这是局部动脉硬化 和全身动脉硬化的关系 第二呢 视网膜动脉如果出现了硬化 它反映系统的小动脉出现硬化 它不反映周氧硬化的问题 动脉硬化和高血压 它们有一个相交叉的地方在哪呢 就是慢性高血压的时候 慢性高血压的时候 它一定有动脉硬化的基础 我们分析的时候 二十期里头就有动脉硬化了 对吧 动脉硬化可以没有视网膜出血 没有视网膜出血 对吧 但是呢 这个动脉硬化呢 它是高血压性视网膜病变 慢性高血压的基础 但是如果是一个急性的血压升高 你说它有没有动脉硬化 它可以没有动脉硬化 所以我们要记住动脉硬化和高血压的关系 好 我们现在进入第二个重点讲的内容 那就是糖尿病 糖尿病大家很熟悉了 是一个现在非常重要的危害人们健康的 常见的慢病 它分为一型和二型 一型呢 主要是胰岛的β细胞破坏 引起胰岛素的绝对的缺陷 二型呢 主要是胰岛素的抵抗 是一个胰岛素的相对缺陷 它的靶器官和靶组织很多 因为它是一个真正的系统性疾病 其中眼也是它的一个靶器官 我们总说糖尿病的病人 有糖尿病肾 糖尿病眼 有糖尿病足 是吧 有糖尿病引起的大血管改变 小血管改变 糖尿病的眼部病发症是非常广泛的 几乎眼部的所有组织都可以受累 结膜可以出现什么呢 可以出现血管的迂去扩张 微血管流 角膜可以出现知觉减退 糖尿病病人的角膜知觉是减退的 我们要是用棉签的棉毛检查可以发现 红膜可以出现什么改变呢 红膜可以出现红变 长红膜新生血管 还可以出现红膜炎 而且糖尿病病人的瞳孔是不容易散大的 晶体 糖尿病病人出现白内障 有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呢 他是一个年轻人 并没有老年性白内障 但是血糖的快速改变 直接引起糖尿病性的白内障 这种往往都是前脑下的血花样的混浑 还有一种呢 就是说他是老年人 他有老年性白内障 但他同时又是一个糖尿病患者 这时候呢 他的白内障进展 要比一般老年人的老年性白内障 进展的要快 严重程度要重 糖尿病病人还可以出现 缺血性的视神经病变 急性的视力下降 还可以出现眼外肌的麻痹 动眼神经麻痹 甚至呢 外感神经麻痹出现邪视 急性的一个邪视 出现患者呢 以复视就诊 糖尿病的患者 还可以因为血糖的快速改变 引起防水渗透压改变 进而呢 导致晶体的虚光度改变 可以出现展示性的近视 或者过一段时间 血糖恢复以后呢 又恢复 当然最重要最重要的 糖尿病是引起视网膜改变 我们叫做糖尿病性的视网膜病变 糖尿病性的视网膜病变非常重要 在刚才我们讲的这么多 糖尿病引起的问题中 是排在首位的 为什么呢 因为在西方研究中 在工作年龄段 就是没有退休之前 二十到五十多岁 在这个年龄段中 致盲的首位原因 是糖尿病性的视网膜病变 它已经包括这个 有糖尿病和没有糖尿病的 这个人群中排在第一位的 就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发生和发展呢 它跟什么相关呢 两个因素 一个是糖尿病的病程 一个是血糖控制的水平 当然如果这个人有血压问题的话 血压血脂 这也是影响因素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是因为它是一个可治疗性的疾病 当一个疾病是一个 不可治疗性疾病的时候 它的早期诊断的意义呢 就要小了 对吧 因为我们即使把它早期诊断 也不能得到很好的愈后 但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不一样 它是一个可治疗的疾病 我们如果采用合适的治疗方法的话 是可以改变它的愈后的 所以非常重要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呢 它可以分为两个时期 按它的进程 按它的病程 一个呢 我们叫背景期 背景期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表现是什么呢 可以有出血散在的 大量的这种出血 微血管瘤 因为在眼底镜下 微血管瘤和出血 不是非常容易辨认 因为微血管瘤呢 也是红色的 但是它往往更圆一些 但是硬肾非常好看 我们看 这种二期 糖尿病背景期呢 按国内分期 分为三期 一期就刚才我们说出血 和微血管瘤 这个呢 是二期 开始看到了黄色的肾出 看到吗 这是肾出 这是血管里的一些 子蛋白的成分出来了 那么旁边我们看到是出血 这是二期 我们看 这样一个拼图 一个大范围的看 这个糖尿病的病人 出现了散在的出血和肾出 这是二期 这也是出血 肾出 三期是什么呢 三期就是代表性的 就是这个棉毛斑 软性肾出 它是毛细血管 浅小动脉的一个梗子 一个急性的梗子 所以神经纤维层 轴僵断流了 出现坏死了 这是三期 背景期的一二三 就我们说的红黄白 红色的一期 出血 微血管流 黄色的二期 硬肾 白色的三期 棉毛斑 这些都是背景期的改变 在荧光照影呢 可以更好的反映 糖尿病的这些改变 你看这些微血管流 在照影中更加清楚 刚才棉毛斑的地方 是一个无贯注区 小片的坏死 是一些无贯注区 增值期 增值期 育后很差了 增值期的代表性改变 就是增值什么了呢 增值心生血管 我们仔细注意 这张图 除了我们看正常的 这些静脉动脉以外 注意这些 弯弯曲曲的 能看到吗 还要仔细辨认的话 还有一些非常弯曲的 这些血管 这是新生血管 它跟正常血管走形 是不一致的 如果我们看得不清楚 做造影 我们会看到什么 你看 在试盘这儿 是不是大片的 不规则的花一样的 新生血管 它晚期呢 明显的渗漏 因为它血管 屏障功能不好 周边呢 还有这种广泛的 无贯注区 里头缺乏小血管 广泛的缺血比赛 增值期 除了我们刚才说的 有新生血管 我们叫四期以外 五期是什么呢 就长 增值膜 你看这些长增值膜 这儿还有一个前出血 这种前出血 代表着这附近 有新生血管 如果你看不到 新生血管 看到前出血 这也是增值期 最严重的增值期 六期 那就是什么呢 这些膜 已经把视网膜 全部迁拉 形成了脱离 这是六期 所以增值期的 糖尿病 视网膜病 增值期的代表性改变 是出现了 新生血管 视网膜的新生血管 那么四期呢 就是新生血管出现 或者出现玻璃出血 五期呢 就开始长 增值膜 六期呢 就是出现视网膜脱离 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 我们怎么治疗呢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当然从系统角度来说 我们要严格的控制血糖 血压 血脂 戒烟 减肥 增加运动量 这些都有 在眼部呢 在眼部我们能做的就是 在增值期之前 一个合适的时间 做全视网膜光明 来减少它发生严重并发症的机会 那什么情况下是 有危险 要出现并发症 就是说增值前期是什么呢 这个在国内的分析里头没有 但是在国外的分析中讲过 它有几个标准 我们叫421原则 4是什么呢 4就是说 这个视网膜出血 在四个向线都有 这个我们把眼底分为四个向线 四个向线都有出血 每一个向线都超过20个点 这就四个 如果这样的话 就是增值前期 就是说它还是背景期 但是它很快要去发展到增值期 有很大的危险 4212是什么呢 是由两支静脉 两个向线的静脉出现串珠 就是静脉一段一段的 一会儿粗一会儿细的这种串珠 还有一个呢 就是一个向线出现异常的血管 叫埃尔玛 这个我们属于了解的内容 就是说当出现背景期 当出现421的时候呢 就说明它非常危险 应该什么呢 应该积极进行治疗了 治疗的方法 就是我刚才讲的 我们要去做全视网膜的光灵 全视网膜光灵做了以后呢 可以改善 可以减少患者发生严重视力下降的机会 这个是已经得到研究证实的 就是大型的临床研究证实的 那么这个图呢 就是做完全视网膜光灵的这种眼底图 我们看到的这些都是激光斑 这个中间有色素 周围有环形的 这是激光斑 这就是全部的都是这个 那个范围 你看我们的范围 中间后极部是保留其他做 做完了以后呢 可以减少它发生严重的 视力下降的机会 这是糖尿病 我们再讲一个肾炎 肾炎呢 一般指的是弥漫性的肾小球肾炎 它可以有急性的 可以有慢性的 那么急性肾炎呢 一般的眼底改变少 但是呢 盐碱的水肿比较多 是吧 我们常常看到病人出现眼碱 或者结膜的水肿 慢性肾炎呢 它的眼底改变就像这个图一样 它的改变主要是两条 一条呢 像贫血一样的改变 有出血 还有一条呢 是像高血压的改变 所以呢 我们刚才特别强调高血压 高血压性的改变呢 它是 它是认高症的基础 也是肾炎的基础 我们在这个图里头 我们看到 这个有一些出血 散在的出血 这是双眼 这一个患者的双眼 可以有 右眼可以有大量的硬性肾出 然后散在的棉毛斑 如果我们能够看到这个眼底的话 我们就知道这人的肾炎的肾脏的功能 出现明显的异常 但是如果我们看不到眼底的话 眼科大夫怎么样帮助内科大夫了解这个全身情况呢 当然除了做化验以外 还要注意结膜 求结膜的这种血管改变 也可以预示着这个病人的预后 白血病 白血病 白血病现在呢 并不少见 白血病对眼部的影响呢 主要影响眼部血管丰富的组织 你看白血病在眼部的表现 可以看到什么呢 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 右上图我们看到是出血 结膜的一个明显的出血 然后这个图呢 我们看眼底出现什么呢 眼底也出现这种大片的出血 这个出血和我们刚才看糖尿病是不一样的 那个是一般是现状的条形的小斑点 这是个大的斑点的出血 这张图我们看到 这是白血病的细胞浸入了氏盘 引起的氏盘的水肿 而且造成一个整个的 视网膜血管必塞 供血不好 白血病的病人 查眼底也有一定的帮助 如果要是眼底我们出现了大量的出血 特别是黄斑区出现出血 那么这个白血病的病人 他发生颅内出血的机会就非常高 所以呢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 我们要让病人严密的观察 颅内的情况 所以呢 白血病的检查呢 也可以给全身性系统的改变呢 有提示作用 那么现在呢 我们讲过了全身病 讲过了几种病了呢 高血压 动脉硬化 糖尿病 肾炎 嗯 白血病 今天呢 我们这节课呢 主要讲这些内容 那么下一节课的时候呢 我们再讲 接下来呢 讲其他疾病的眼部改变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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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